大家发现没有 现在我们新出的车子 很多车子开始使用这种无框车门 这个无框车门看上去确实漂亮 上面就是一个玻璃 建下来之后 整个上面这些都没有东西 特别帅气 那么这个无框车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问这个问题的朋友已经蛮多了 说明现在市面上的无框车门的车子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说实话大看无框车门的时候 我去试驾的时候 我也觉得帅气了 尤其是玻璃全建下来的时候 那种拉开车门那种通透感 瞬间就让你觉得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但是这个东西它除了帅气 除了好看之外 它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优点 当然有 这个优点就是整个车 你把车门全部放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车侧面 它的踩光面积变得更大了 而且如果说头顶还是整块玻璃的话 你会有一种开敞篷的感觉 即使你就是把车门玻璃放下来之后 自己靠到车门框上 就像喵哥这样 靠到车门上是不是感觉逼格的高了 那么无框车门有什么样的弊端呢 这是要个重点给大家分析来的 首先无框车门 因为它整个上面那一个铁框没有了 那就意味着对于这块玻璃的要求 是更高一些的 因为玻璃在升建的时候 如果是有框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玻璃的这边竖条 它旁边是有一个倒槽的 这个玻璃会沿着倒槽往上走 这样的话 对整个玻璃的形成 以及玻璃的结构固定要求 都没有那么高 但是无框车门的话 它升起来之后 这旁边这是没有倒条的 那么整个车门就完全靠下面顶起来 顶起来之后 上面这个玻璃顶这么高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左右摆动的幅度 所以如果说工艺不到位的话 就容易出现车子密封不严 所以同样的无框车门的车子 如果说你开着去跑烂路 你会发现车子这个车门 这个地方由于密封不严 容易净回 再加上那个地方有摩擦 时间长了之后 橡胶老化之后 甚至容易出现漏风的情况 所以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弊端 第二个就很多朋友担心的 会不会对车子的安全造成影响 这个还是有影响的 由于无框车门整个上面这一圈 它是没有任何框框做束缚 所以玻璃它在受到撞击 受到冲击 甚至你这个车本身 这个车可能发生交通缩 如果说玻璃本不应该碎的 它也可能就碎掉了 而且由于无框车门这一圈 没有框框之后 它对侧气帘的安装 要求会更高一些 甚至有一些企业 可能在这块为了省车门 就没有给你安装侧气帘 所以这些都是对安全 所造成的影响 也就是说 我们为了看的更高大上 去牺牲了一部分安全性的 所以无框车门 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说实话 如果你是实用主义者 而且你这个车开起来之后 可能经常会跑这些 比较烂一点路 那么我个人建议是尽量规避的 因为烂路跑得多了 尤其是有灰尘 那么这个车里面不好打理 二一个整个车门 确实容易出问题 而且后续维修的概率 也会更高一些 但是如果你只是在城区跑一跑 而且高速也不多 你就要这个颜值 要帅气 那么无框车门 它可能能够契合你的心意 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从实用的角度来讲 我是不太喜欢这种 过于去追求外表和一些逼格 但是去牺牲了实用和安全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这种无框车门 这么一种设计